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在结婚前 有想过生小孩要花这么多钱吗 当然没有吧 因为那时候我是决定不生的 所以当然没有计划 没有算过要花多少钱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 有可能不是 但是就按照他讲 没错 养孩子真的很花钱 尤其四个花很多的钱 那你会问说 那没有经济能力怎么生呢 然后大家会问说 养孩子这么花钱值得吗 其实是很难回答值不值得 因为你看到很多父母 好像养孩子很不孝 就觉得浪费了一生养育他 然后这么不孝 所以干脆以后都不要养了 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觉得上一代 然后把我们养大 然后我们可能又没有办法 真的回馈他们 于是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有下一代呢 所以会觉得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养出来又不孝 然后这样值不值得 那第一个我回答 重点是你要怎么教养 可是重点是你怎么教养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举一个例子就是 以前我们在美国 大家院子里面都有苹果树嘛 那我去给人家家 哇 看到苹果树长得 这个树又高又大 还可以乘凉 不仅乘凉之外 还有很甜美的果子 苹果可以吃 我觉得太好了 真的种一棵苹果树 然后又可以乘凉 又有这个苹果果子可以吃 所以我就说 那你拿这个种子吧 我回家也去种 在我家可能就种出来很枯干 瘦瘦小小 然后根本也解不出果子 所以你会说 为什么你家养出来的孩子 都这么好 这么值得 这么孝顺 然后养得就是这么 这么没有成果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 是你怎么教养你的孩子 所以养孩子呢 它不是一个投资 其实它是一个出于爱跟亲情 当你在评估说 我养孩子值不值得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好像 已经跳到一个结果论 就是我养了它 然后投资了生命 投资了金钱 我还听过有的朋友说 他从孩子一出生 他所有花费在孩子身上的钱 他每一个都记下来 所以如果你把孩子 养孩子当作是一个投资 你可能就会 到时候可能会很失望 因为我们有时候 我们真的爱孩子的时候 是出于爱跟亲情 你会觉得 哇 这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然后你生命的传承 有时候我会想想说 这世界上有一个血 跟我有同样血清的人 而且是在我肚子里面 生出来的孩子 我会觉得哇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因为从那个小生命出来 然后你抱着它 然后一点一点把它捏大 然后我就从小教它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的生命 还可以复制生命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不只是说值不值得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享受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是一个应该全世界 最棒最棒的一件事 就是你生出一个孩子 那重点是你要怎么教养它 因为有的孩子生出来 你真的 你完全没有教养它 长大就是野孩子 或者甚至就是一个 可能跟你反目成仇 然后对母亲 父母亲是非常不孝的人 我觉得这个重点不是在孩子 是在我们怎么教养它 那第二个 很多人问说 那如果我们经济不许可 那到底要怎么生呢 或许你可能 你经济不许可 我刚刚说孩子 生孩子真的很花钱 那我觉得也很多方法 因为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我们是一二三 连续一起生的 所以我常常会找到 好多很便宜 或是有时候 去跟人家拿二手的资源 就是各种各种的方式 我相信上天会给你找出路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小孩子小的时候 所以我们去上财力班很贵 一个一个都要算很多钱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加一次就三个孩子 所以我再去招邻居 可能邻居朋友 再几个孩子 我们就凑成一个小班 八个人小班 然后我就请一个老师来 所以这样就整个分摊了 我们对老师的费用 那有我听说 我之前认识一个韩国的牧师 牧师的小孩 哇 他什么才艺都会 钢琴 小琳琴 吉他 唱歌 什么都会 我说哇 那你们都在哪里学 你爸妈一定花很多钱栽培你 他说没有 他从来没有去上过才艺班 他就是在教会 那教会有提供很多 就是可能有的人 他很会弹吉他 有的人会弹钢琴 他就在那边教那些小朋友 所以你不要担心说 我们家庭的经济不好 然后没有办法生孩子 其实是好多社会的资源 然后教会有很多免费的资源 都可以使用 那我自己有一些好的撇步 就是像譬如孩子每年 每年长大 那一次三个男生要长大 一次什么外套裤子 就要买三件或是六件 那我都会去买 就是我在今年就买明年的 那他有时候打折 打到三折 打到一折的时候 我就把他们明年要穿的 都买起来 所以就觉得说 虽然他们衣服很多 可是你其实就用 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 能买到 所以其实有好多好多方式 可以帮助你们 我们在经济上的一个节省 所以你不要担心说 你孩子生下来会花很多的钱 其实会花钱是正常的 就像现在很多人不生孩子 是养宠物 那我发现宠物其实更贵 什么一个洗法精一个 什么就要上千块 不过说实在的 在养孩子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地辛苦 真的常常让我自己 回想那一段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痛苦 然后不仅在体力上心力 就是非常地辛苦 但是现在他们都长大了 我觉得好像就是 百年树人的那个概念 你自己的孩子 然后又可以反馈 陪伴你 然后听你的分享 然后甚至还可以 给你一些建议 或是他可以安慰你 我觉得这个回馈是 应该是比世界上 任何事情都值得了 然后特别看到每个孩子 他们来到这世界上 然后又是你这样栽培起来 那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 有不同的专长 有不同的一个天分 你的时候就觉得 哇 很棒 好像看到他们的生命 一个青春的生命 又要再次去发展 然后再次去 可以起飞 你就会觉得 哇 真的是替他们的生命 感到开心 感到喝彩 所以在这边鼓励你们 让一些不想生孩子的人 或是恐惧生孩子的人 有一些安全 然后有一些 知道说有一些 然后有一些方式 让你不要那么惧怕 而且让你知道说 生的孩子真的是 一个生命中最好 最美好的事情 大家就是这样子都过来了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好不好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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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